立委徐欣盈的会刊行程还到了新竹县湖口老街 因为地砖常年的破损轮椅足是行走不变 要改成压花地平还有灯光艺术走廊 危险路口也要来设行人庇护岛提升安全 友善行人让观光更加分 地砖被车轮压得变形 害得婴儿车轮椅足行走不变 湖口老街长达40米的红砖骑楼 吸引全台游客造访 近期更常办电影节促进夜间观光 但照明设施损坏判争取修复 包含穿高跟鞋也会卡到跌倒 还有我们这个爸爸妈妈推着这个婴儿车来 那个路面也很不好推 甚至有老人家这个坐轮椅 或者是正常走路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拐道 所以我们特别的邀请客委会下来 来这个会刊 我们希望能够改善整个湖口老街 大家行走的路面 立委徐欣盈召集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下乡献刊 湖口香公所规划花费664万 打造纸模压花地瓶和灯光艺术走廊 也提出六个危险路口 施设实体人行道和庇护岛 危险路口的部分 湖口香跟中央争取了2100万 刚刚市长也是全数答应了 还说如果经费不足的部分 还会给我们继续的一个补助 针对湖口老街 路面 还有我们的这个夜间照明的部分 国土署也是全力的支持 客委会全力的支持 新丰商公所则提出山崎村集会所兴建 社区有客家哥 乐永班140人 却缺乏活动空间 只能跟凤莲宫借场地 判争取8000万 新建三层楼260坪的集会所 现在山崎地区 人口持续的在成长 如果有建置好的一个我们活动中心的话 也将来我们所有客庄跟客语 还有民意要班或者乐永班 如果有相对的 那也可以有一个地方来做 好好的一个客家传承的一个集会之地 商公所将尽快将停车场申请变更用地 承报客委会争取经费 要提升银法乐活环境 也传承发扬客家文化 我因为刚才是简单的 我ERE税的